记者陈温慧台北报道,台北市大同区迪化街二端民宅,昨天深夜40岁张姓男子,以夫妇连日冷战,下班返家银救后开瓦斯域谈判,据料瓦斯浓度过高,引起邻居恐慌,警销货报赶到,双方将持一小时鱼,张楠在屋内割半,最后在张七劝说下,同意就医,台北市警大同分局接手, 包扎后将张难以公共危险罪送办,消防局119秦始中心昨天深夜10时51分据报,位于迪化街二短禁昌级街口,移动四层楼的公寓,传出浓浓外丝臭味,立刻派出五部消防车,一部救护车共17名救难救护人员前往,发现二楼张姓屋朱拒绝开门,双方就此展开僵持,警方到场了解, 现场民众描述,张姓男子私与妻子争吵后,齿同装瓦斯自己关于房间内,警销人员到场时,房门口瓦斯浓度很高,立刻疏散包括张七和二名小孩在内的左邻右摄数十位民众, 警方说,双方将迟到今天凌晨十二时十分,张南才同意由妻子进入安抚,发现张南哥万受伤,赶紧将他送往台大剧衣,后续将依法办理。